来喽 来喽 你找谁啊 你是何人 我 纪夫人 陶三姑啊 纪夫人 哪个纪夫人哪 这大清朝还有几个姓纪的大人物 当然是纪晓岚啦 纪晓岚 你跟纪晓岚 我说你什么人哪 有什么事吗 把纪晓岚叫出来吧 你是谁啊 找我们先生借钱的 纪晓岚欠我的钱 把纪晓岚叫出来 您是要债的 大爷 我们先生啊出门去了 还没回来呢 去哪儿了 去福建 广东 广西 远着呢 两三个月都回不来 要不您先回去 半年以后你再过来看看 莫愁在家吗 你找不到先生 就找莫愁要债 你够狠的呀 他在家吗 我有话跟他说 你知道莫愁相好是谁吗 是谁啊 不知道 说出来吓死你 是当今的万岁爷 好大的官啊 下坏了吧 你要是再来要债啊 我们莫愁跟皇帝打个招呼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三姑见过皇上吗 那当然了 皇上三天两头到我这来坐坐 跟我熟着呢 皇帝是我干女婿 他不烧点礼 我还不把莫愁嫁给他呢 他能不巴结我啊 莫愁还好吗 他呀好着呢 皇上就要引起他入宫了 他心情能不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皇上要娶他 你还不信啊 皇上的屁里都送了 装了好几间房子呢 到了那天 你也过来喝杯喜酒 我带你进宫里逛逛 三姑去过皇宫吗 去过 我去那宫里啊 就跟下厨房一样 什么糊了 糟了 我的粥 兄弟 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你看我这样一家里 他还小便 吃的 你隐蔽 你加上 老 你 这事咱把你带我 你 了 儿子 我说你自个儿 怎么溜溜大大进来了 想偷东西啊 出去出去出去 三姑 这是莫愁秀的 关你什么闲事 这上面只有一只鸳鸯啊 这是母的 还有一只公的 他不肯秀 我知道 皇上是不肯娶莫愁 你全知道 那你是皇上的朋友啊 莫愁一定很恨皇上吧 莫愁这个孩子可傻了 他根本就不懂得恨 每天半夜啊 这小夜睡着以后啊 他就一个人走到院子里头 偷偷地哭着 还一天都这样 都多少日子了 莫愁的泪水啊 哭得都快流成河了 他说过他不要名分 要自己带孩子 屁 全是那个皇上 编造出来骗莫愁的 皇上没有骗莫愁 他说的都是真心话 得了得了 是你了解皇上 还是我了解皇上 这皇上三公六院 多少美人 他能真心地对莫愁 可怜的莫愁啊 他就这么痴痴地等着 我要是见到那个皇上 我非把他揍别了不可 你敢揍皇上 丈母娘还不能打女婿啊 当然了 那皇上头我是不敢打 我长了几个脑袋 可怜的莫愁啊 大从我倒了草堂 就一天比一天地瘦 他不吃东西吗 哪吃得下 我三姑每天做的东西啊 那季晓岚的嘴啊 他都吃歪了 哎 莫愁啊 每天就吃这么一口口 吃一点吐一点 吐了就哭 莫愁每天都是这样吗 喂 你走不走啊 我心里烦着呢 三姑 我告诉你皇上 一定会取莫愁的 男人就没个好东西 花儿做得越大 越不是个东西 只要做到皇上 就更不是个东西了 皇上一定会取莫愁的 皇宫的规矩 你懂不懂啊 皇上是不能娶汉女的 娶了汉女 就做不成皇上了 你说 皇上有那么笨吗 不做皇上去做草民 换我也不干啊 皇上一定会取莫愁的 哎 哎 哎 哪跑来这么个疯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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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大清早讨债 你懂不懂规矩 我找莫愁 莫愁认识你是谁啊 走走走走 哎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就是那个 放高利贷的痞子吗 我就是当今的万岁 哈哈 你长几个脑袋 敢冒充当今的万岁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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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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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许仙 二姐 许仙来了 莫愁 我们今天就成亲 真的吗 季晓岚 晓月你都出来 来 坐手 赛姑 你 赛姑 看你还敢打爷 你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我知道 知道 他就是当今的万岁啊 啊 万岁 我打了万岁爷了 万岁 三十六七四我一上街 哎 呦 赛姑 赛姑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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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姑干嘛这么使劲打呀 这三姑干嘛这么使劲打呀 三姑啊 他当皇上的四郎 他当皇上的四郎 所以就卯足劲打下去了 这这 这这 幸好没打破 要是打破了 要是打破了 我们就没皇上了 我们就没皇上了 不过还好 皇上就是皇上 脑袋都比别人的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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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